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4月4号的直播集锦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翻前Sashimi用A10不同色加注到了140刀 结果被三个人跟下来,而且都没什么好牌 翻牌A-2两张红桃 DGF正好是中了勾二两对 翻后Sashimi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这可能是要吃到一个加注了 来看一下尺度 哎哟,尺度有点大呀 直接是喊出露燕 DGF就是奔着一张Ace去打的 而Sashimi很有可能拿对手是两张红桃来处理 扣了 这手牌对于Sashimi来讲非常的麻烦 他可以凭借一张Ace一张10 或者后门除了勾和2以外的其他攻队 来反超还是有点难 转牌红桃5 第三张红桃 但是很可惜啊 Sashimi一张红桃的牌没有 最终合法一张草花8 那么恭喜DGF 过二两对 从Sashimi身上拿到了Double 继续来看这手牌 Sashimi拿到了27 看看他怎么来打自己的27 加注到了720刀 72就加注到720吗 这是想给其他对手一个心理暗示啊 这不等于变相的透露牌力了吗 DK59方块跟住 NateK要一对5跟住 Sandra一对8跟住 27碰上三个对手 不过好在没什么大牌 Sashimi还是有机会 What 我还想说看看Sashimi怎么操作 那这不用操作了呀 翻牌面直接拿到27两对 这别人真的是没法打下去了 好家伙 直接推出Oin 14000刀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有27啊 就跟跟看啊 梦幻开局 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翻前要下注720刀呢 这不是就怕别人忘记会有27的存在吗 来看这一手牌 哇 人有点多呀 这手牌中国富婆啊 在千口加二位做了一个stradle 最后说话 反手拿A钩 加注到了1200刀 我让你们跟注啊 让你们便宜看牌 想拎不住持啊 门也没有 加注到1200之后 哇 DK的28不同色选择了跟注 所有好一点的牌啊 全走了 留下了一个最差的 很当然啊 最差的也不是说啊 就没机会 翻牌圈K9 三张黑桃 而DK呢 手里拿着最小的黑桃啊 这手牌有点意思 虽然富婆手里没有黑桃 但是DK可不知道啊 咱们就来告诉告诉DK 自己手里的黑桃有多大 3200坡只打300 是不是拿错筹码了 DK问林吉 你是不是也在等一张黑桃呢 DK反手跟住 这是在暗示对手啊 自己有黑桃 而转牌呢 一张黑桃掉出来 你还别说 DK竟然是领先了 但是这手牌 如果合牌再掉黑桃啊 那又是另一个局面 转牌DK过牌 林吉装自己种花 打出第二枪 38的婆打2000 哦 老DK不信 没关系富婆 合牌再开上一枪啊 DK他会信的 最终合牌 一张红桃6 DK再次过牌 能连续跟住两条街 一直跟到River 我觉得林吉啊 很清楚DK手里是有黑桃的 但他还是抱希望啊 DK手里的黑桃啊 比较小 那自己就有很大的概率 可以凭借一手O in 打掉对手 而DK也确实啊 手里捏着最小的黑桃 这个牌面跟住 我认为是没戏啊 哇 这个跟住啊 天哪 这个跟住 此刻真的应该有掌声啊 DK抓到了富婆投机 这手牌打的绝了 这手牌富婆打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仅仅因为对手是DK 换做牌桌上 任何其他一位牌手啊 我都觉得林吉 真的是不需要亮牌了 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DGFK勾草花 加住到了200 JessicaA5不同色 位置比较好啊 选择跟住 DK圈九草花跟住 富婆一手圈八不同色啊 还是跟了下来 翻牌三五八 又是一个冤界面 DK拿到圈花挺牌 DGF拿到K花挺牌 富婆呢 命中顶对 DGF后卫 打500 有中牌的Jessica 似乎打算 要跟下来继续看转牌 但我说句实在话 Jessica打得真是又紧弱啊 就算她看到转牌 我觉得她也赢不了 尤其追转牌的三张A 有一张草花A 对自己还没有帮助 富提升 Jessica跟住 DK呢 也选择跟住 而林看到了一个下住 两个跟住之后 反手是加住到了3000 怎么着各位 拿着顺子挺牌 铜花挺牌 想跟我这便宜看转牌 是吧门也没有 而我就说吧 Jessica这500刀肯定是白花了 她是绝对看不到转牌了 DGF这边应该会跟住啊 DGF跟下来呢 DK也肯定会去扩的 面对两个跟住的话 富婆的一对八 估计有点难打了 而这手牌 其实最大的战争啊 在于后面掉铜花 被富婆挑起来的战争呢 很有可能 以DK啊 被学习啊 为结果 跟住转牌 红的 还是一张S啊 很大 这样的话 富婆应该不会再打了 Check check DGF呢 还是讨厌这张S啊 所有人都过 盒牌 黑的 一张红色的舞 哎呀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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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了呀 哎呀 美女 错失了一手葫芦 而被富婆 给捡了个漏啊 当然啊 就像我说的 Jessica是看不到转牌的 他打得太紧了 没办法 来看这一手牌 DK一对钩 装位加注到600 富婆A圈 300到了2400 刚才被DK抓到偷鸡啊 这手牌肯定 富婆是想要报仇 两人单挑 来看翻牌 A66 ABB面 林级拿到顶盾 而老DK被盖了帽子 这手牌肯定要被动了 富婆翻后 打一枪 5000的坡 应该是个 1%左右的下注啊 1600 恰好1% 这种下注 对手基本不用做考虑啊 有牌没牌 都会这么打 DK是肯定要跟的 对对手的判断啊 最主要是来源于转牌和合牌的两强 DK反手跟住 来看转牌 一张草花4 对于牌面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一张空气牌 富婆这边先手过牌 没中牌的 中A死的 都有可能会这么打 而拿到两张红桃的呢 一般来说转牌啊 会开出第二枪 那么你过 我就没必要再下注了啊 DK肯定也是要过牌的 你没法确定对手是否有A死 如果你下注 迟到一个反推 那就很难打了 稍作思考 DK同样check 合牌 一张草花9 对于牌面的影响啊 微乎其微啊 后两张牌算是白发了 而富婆应该也很清楚 自己大概率是领先了 这个时候想要拿价值 抵持8000 富婆这打得很聪明啊 直接推出一个满持 他就是不想让对手啊 认为自己有A死 有A死的话 一般来讲 合牌没必要打这么大 这摆明了就是想骗DK 再来抓一次自己偷鸡啊 而DK这边应该要思考啊 林吉刚刚偷鸡被自己抓到啊 这手牌偷鸡的概率啊 应该会小上很多 因为连续偷鸡被抓的案例啊 比比皆是啊 考虑到这一点啊 林吉这个合牌的下注啊 就充满了疑点 很像是一个价值下注了 要跟吗 DK 把刚才那手牌输的 要全还回去吗 问林吉 你是再次miss了这个牌面吗 不过这回 DK好像是要改牌了 可惜啊林吉 就差一点点啊 就骗到了老DK 手里那8000 来看这手牌啊 C啊 K勾鸡桃 装卫加注到了1000 而Jessica手里只剩下2000啊 拿到鱼对8 直接推了出来 Jessica今晚打的确实太紧啊 输的也多 很多时候啊 都是在转牌直接跑掉了 那这手牌 她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 看到合牌了 小口袋对子 对上两张高牌 很标准的翻硬币 来看结果 以此发牌定胜负 翻牌779 那这样的话 Jessica一对8 几乎阻断了所有C 可以拿到顺子 可能性 转牌方块3 合牌 没K没勾 那恭喜Jessica 长出了一口气啊 也算是活了下来 来看这一手牌 富婆89黑桃 枪口加一位 RES到了200 CR A2跟注 DJF K7草花 专为跟注 哎呦 这烂牌很多呀 这手牌1234567个人的底持啊 Nip Hill 30不同色都没有走 翻牌30 Ace两张草花 DJF在后卫拿到了K花听牌 Nip Hill 30两对 C啊 哎呦 这下麻烦了 转牌一张草花 Ace DJF拿到了最大的铜花 而C啊呢 三条Ace 这肯定是要 跟DJF啊 撞到一起了 来看这个下注尺度 800刀啊 这种牌面都敢打800 DJF竟然不往回推吗 他一点都不着急啊 选择平根 哇哦 合牌是一张草花 这对于DJF来讲 绝对是噩梦啊 而这个时候呢 C啊再下注 很有可能会被理解为啊 单张草花 那么无论打多少 我觉得DJF 都会去跟的 合牌C啊拿到葫芦 下注三千 这一枪还是太轻了 哎呀 C啊这手牌放水了呀 不过这手牌仔细想一想啊 DJF在T上和River的处理啊 也确实是给自己省了不少钱 果然啊 攻对面拿着铜花啊 或者顺子还是稳一点的好 来看这一手牌 C啊一对八的加注 被Nate Hill用一对九推回三败 紧跟着Sandra A4黑桃 枪口味啊 直接选择low in Sandra这哥们儿 这一晚上好像也没怎么见过合牌 被这张牌桌上一堆凶残的大老板啊 也是扯得四分五列 而DK呢 他用一手六七方块选择了跟注 Nate Hill一对九直接走人了 排好的全走了 剩下了排最烂的留在场上啊 接这手欧印 来看看结果啊 今晚呢DK 怎么说呢 DK赢钱输钱啊 全看运气 翻牌二三六 DK率先中队 但是Sandra也拿到了一个卡顺听牌 哎呀 转牌一张八 可怜的C啊 一对八已经走了呀 最终合牌一张红桃七 DK拿到六七两对 Sandra就这么被吃掉了 行啊 反正是娱乐牌桌嘛 买入也不大 对于老板们来讲 一晚上输个几千 好像也不叫事 好 拜拜 Sandra 牌桌也快接近尾声了 牌手们也该一个一个的黯然离场了 继续往下看 Sandra A4不同色加注到六百 DK A5不同色啊 在后卫跟下来 翻牌三四七 小小小的彩虹面啊 Sandra拿到一个中队 有摊牌价值 这牌打得还挺舒服啊 过牌 DK也懒得打了 想打估计也打不出来了 哎呦 但是合牌是一张六哎 这样的话 DK合牌恰好凭借一张五啊 卡到了顺子 哇 这太适合偷一枪了 于是呢 一千三百刀的坡 DK直接推出两千 可是SIA不上你的档啊 实际这种歪中的顺子啊 很是致命啊 DK有五没五 都有可能在合牌 凭借位置优势 打上这么一枪 那抓不抓就在你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DK一对七加注到了七百 SIA二七草花选择跟住 翻牌 八勾圈 SIA只要敢进攻就有机会 DK先手过牌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那SIA要接管比赛了 二七打出一枪 一千两百刀打得很重 排面的三张牌 全是DK的帽子 这个跟住 怕是已经用尽了DK的权力啊 转牌 还是一张八 SIA再进攻 DK应该真的扛不住了 SIA转牌选择过牌 也可以啊 顶顶顿圈的话 过牌也合理 合牌一张黑桃五 SIA做一个正常的价值下注就好 还是打出一个满池 那这跟上一手牌 富婆打法是完全一致的 这回DK并没有跟下来 同样他也相信了SIA有一张圈 那恭喜SIA凭借这一手二七啊 额外再拿下每人的一百刀 今晚SIA有输有赢 截止到目前应该是在水平面左右啊 差不多不输不赢的样子 好 那么咱们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Sashimi入池 80不同色 加注到了140 Netheal在卡套位 用A3方块做了三败 520刀 并没有圈走Mike的A圈 DK肯定是不会盖牌啊 DK每一手牌他都能打 三个人的底池翻牌有K 老DK拿到一对K 这一对K够用了 为什么说够用了呢 因为A圈肯定面对一张K不会打 尤其这个牌面啊 只要有一张钩的人啊 都可以跟到合牌 而且即便转牌再掉A4 对于Netheal和Mike来讲啊 其实也并不算是大提升了 翻后DK 正常开一枪打价值 这一枪打得很轻啊 Netheal应该也不会走 可以追转牌的方块 咱不追A4啊 可以追方块 棕榈谷老市长的儿子Mike 同样一对圈也没有走 实际要是我拿着一对圈啊 这个牌面啊 面对一个下注一个跟注啊 我就盖了 转牌一张方块8 行了 现在Netheal也被牢牢的套死了 纳斯华的听牌又怎会离场呢 DK的这第二枪 其实可打可不打 因为本身他的顶对啊 踢跤也不好 还是打出一枪 一千刀 同样很轻 其实这种牌面啊 Netheal拿着花顺双抽 如果对上别人的下注 我觉得他有可能啊 去做三米布拉夫 但是对上老DK 他应该很清楚 三米布拉夫对于DK来讲啊 不是个有效技能啊 继续看到一个下注一个跟注 这一对圈还要顽强抵抗吗 可以啊 还是要跟 麦克也在等盒牌的那张钩 最终 盒牌一张8 相信我啊 这手牌老DK是一定能笑到最后的 无论你们啊 有什么花招啊 尽管使出来吧 好 麦克先手放弃了 有摊牌价值 我不玩了 DK说着脏话 但其实啊 他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自己的牌肯定还是OK的 DK摔出了牌 你摔出的可是一手能让你赢钱的牌啊 好 那么恭喜DK这手牌花了两千啊 赢到四千 最终咱们来看看这张牌桌的结果如何 VP入池率 啊 DK竟然只牌第三吗 DGF高达65% 那你不输钱 谁输钱啊 翻钱加注率 Sashimi第一 不得不说啊 今晚的Sashimi啊 是真的凶啊 盈利宝 麦克水上两万三 啊 麦克是怎么赢到两万三呢 凭借哪手牌啊 想不起来了呀 Sashimi水上六千八 输的最多的呢 还是DK和DGF 好 那么这张牌桌的战斗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 记得帮龙凤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